十盛宫妻 二十四孝之十八 朝代西汉 孝子蔡顺 哎呀 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就是 都怪那个王莽 转阵害您 害苦我们了 现在我们都没吃的了 若是他将来真的当上什么皇帝 那我们 哎 娘 我回来了 喻 顺儿 累了吧 来 先洗洗脸 娘 我不累 杨叔叔 喻 顺儿 你这么早 要去哪里 我去山上摘些桑顺回来 顺儿可真孝顺 快去吧 嗯 杨叔叔再见 哎 这孩子真可怜 他爹 又还活着的话 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哎呀 该回去了 不然母亲会担心的 哈哈 我们赤梅贼今天可有口福了 这小子两个竹楼里不知装的什么好东西 你小子还是不识好歹 遇到我们赤梅贼不但不把东西放上来 还想藏起来 大哥 跟这小子啰嗦什么 我去抢过来便是 你们 你们不能抢走我的东西 我娘吃什么呀 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 不过是几颗丧圣而已 这小子可真够倔强的 你不知道 跟我们赤梅贼作对 只有死路一条吗 我只知道 这些丧圣若是被你们夺去 我娘会饿死 看来你还挺有小心的 那为什么两个竹楼里的丧圣颜色不一样呢 黑色的丧圣成熟了 比较甜 是给我娘吃的 其他红色的 因为还没有成熟 味道比较酸 是我自己要吃的 所以我才要分开来装 真想不到你居然有如此孝心 这些丧圣都还给你吧 天快黑了 你快回家吧 谢谢大哥 只能以大儿女之心待父母 乃真是孝子